通常私密处会有异味的话 大部分都是太过闷热的关系 那有可能是它本身流汗出汗就比较多 那有可能说是因为它的一些穿着 还有它的一些清洁习惯 那还有它私密处本身的构造的关系 因而会有一些异味的产生 因为闷热的部分的话呢 就会比较容易有细菌或黴菌的滋生 那例如说如果细菌滋生的时候 就像是毛囊炎或是一些囊种发炎 像是女生私密处比较常见的是 像是巴氏腺体囊种的发炎 那至于说其他的黴菌的部分的话 主要分为面珠菌或是一般黴菌的感染 也都有可能 如果是你要处理出汗的问题的话 那第一个我们如果说你的毛量是属于比较多的 那可以考虑说做一些简单的除毛 或者是让毛量减少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是直接抑制出汗的部分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说例如说打肉毒感菌素 可以抑制出汗 那或者说现在有一些私密处的出汗的雷射 也可以做 因为私密处的话 其实他的疼痛感会比较明显 而且术后比较容易肿胀 那如果使用微创方式 因为他伤口比较小 然后对于组织的侵犯也比较少 那他是会开一个比较小的孔 大概0.3公分的孔 然后进去去就是刮除里面的大汗线 也就是顶江线的部分 那通常是前三天会比较肿胀不舒服 那就需要多休息 那大概伤口的愈合 从一周到两周左右 其实就是尽量保持那个私密处的干净 然后干燥 这样子要做伤口的照顾 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很小的伤口 因为私密处的味道是综合性的味道 就是他除了刚刚说的顶江线的味道 就还有我们一般的出汗 也是造成私密处异味的原因 那还有就是我们阴道本身的分泌物 就是如果说你本身的分泌物比较多 或者说你的阴道的菌从是不平衡的 或者说你有一些阴道的感染的状况 其实都会造成这样子的异味 所以如果说你只有除糊臭的话 那他只除掉了顶江线的异味 但是其实其他的异味还是会在那边 那你当然基本的清洁都还是要兼顾 应该说会有这样子的倾向 就是如果说当你吃凤梨的话 是因为凤梨它的维他命C比较多 然后它又有凤梨酵素 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菌从的平衡 就是尤其阴道菌从平衡 那蔓越莓的部分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像是补充蔓越莓的话 大部分都是 例如说你如果很常反复蜜尿道感染的人 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去补充蔓越莓 那至于说吃什么东西比较臭的话 通常我们吃一些比较重口味的 就是辛香料比较多的食物 那或者说你蛋白质类吃比较多 红肉吃比较多 或者是海鲜类吃比较多的时候 那你的其实是你整个的人的体味都会变重 那连带的你私密处的体味也会变重 那当然多喝水也很重要 因为你水喝的少的话 那你生气的味道也会比较重 通常如果说你的分泌物是比较偏白 然后有点像是乳酪的感觉的话 那就要小心说是不是有念珠菌的感染 那如果说是比较黄绿甚至有泡沫的时候 那大部分都是跟性接触方面有关的一些性病 像是领病或是阴道疾虫的部分 通常鱼腥味比较重的话 大部分都是私密处的一些细菌感染造成的 那我们通常还是会加上说 判别说你阴道的分泌物的颜色 来去综合判断说你比较倾向是哪一种状况的感染 其实主要是你私密处的PH值跟一般皮肤比起来会再更偏低一点 那我们使用的那个清洁产品的话就是不要太强的清洁产品 因此说我们选择一个那个PH值跟私密处比较接近的 那其实清洁力也不能过强 因为我们那边并不是一个一直会很油腻的地方 对反而有时候有些人是因为它清洁过度 也会造成私密处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你的私密处是健康的话其实也可以啦 对就不一定要买到专门否私密处的 你私密处比较脆弱的比较敏感的人 那你可以就是去选私密处专用的清洁产品 就是有一些是用香味直接盖过那个异味 对啊那这种方式其实不是非常好 那有些它是用比较中和的方式 就是会比较自然一点 但是其实过香的产品 对女生来讲都不是说非常好啦 私密说话就是要保持干燥 然后透气 所以我们日常清洁的话 也就是使用温和的清洁产品做清洁 那一天大概一次到两次就可以了 然后平常内裤的话就是可以选择唇棉的 比较透气的材质 就是还有你的穿着 就有些人他可能喜欢穿比较厚的裤子 或是紧身裤的话 其实对于私密处来讲也是会比较闷热的状况 所以我们走到这下面了